BBC乌龙丑闻联报 主席彭定康聚下台 如果您说 BBC必须确实性的确实性领域 那一定是确实的 那我们必须要做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新闻节目 新闻之夜 本月2日错误影射前财政大臣 麦卡尔萍性侵难同 让BBC老字号招牌性欲大伤 即上周五总裁恩特·威斯尔辞职后 各界纷纷要求主管单位 BBC信托基金主席彭定康也该下台 陈氏末在香港总督的彭定康 前天坦诚BBC需要彻底改革 但坚持拒绝下台 她说BBC需要重建观众的信心 免得被对手没夺的新闻集团 拿来大作文章 她坦诚事前就知道 新闻之夜节目打算报道 前政府高官涉嫌性侵难同 但她没有深入了解制作单位 是否尽到查证责任 因为她认为总裁恩特·威斯尔应该知道 所以没有再提醒 两人直到节目播出隔天才发现 报道错误事情大条 直到54天的总裁 恩特·威斯尔上周五辞去总裁 一直后 彭定康同意让他领取约 六千零七十三万元台币的离职金加退休金 有保守党议员认为这个做法令人无法接受 英国议员要求彭定康尽快解决BBC的困境 否则饭碗不保 BBC风波与波荡漾 新闻主管波登及副手昨天也双双宣布下台 会去年掩盖一顾当家主持人萨维尔性丑闻 以及最近节目误报负责 动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